我们说天才呢它容易短命 比如说国家的一些神统过目成颂 从小就出名 但是呢可能活不到壮年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局 这个命局我们上节课我们讲了 叫金含水冷 土又湿 土湿这边肠胃也不好 然后呢金水相生太旺 这种肺也不好 容易有这个冷酥的这个病 就冷壳 另外呢我们说 它的这个水虽然很旺 水主圣 主金气神 但是金含水冷 因此这是死金 死金 住进的身体是不好的 但是好在心金是坐在有金上 又有鸡丑土来生它 它是旺水的角度来讲 它并不是特别弱 特别弱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天干的这个 年月的两个商官 就是有商官谢秀 商官谢秀的话代表它是非常聪明的 水主制嘛 水主制很聪明 商官的代表反应特别快 读书能力很强 另外呢又有偏硬 偏硬的代表技能又比较好 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所以说呢它就是过目成颂 理解力也非常强 那么因此读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从大运走的它确确实不是很好 比如说走到这个乙卯大运的时候 乙卯大运跟日主是一个天科地冲 虽然说这里有商官走到木运的话 商官却生财了 财运可能比较好 但是呢也存在这个身体 卸耗比较严重的问题 因为心经的根就是有筋 那么某木来冲它 它的根基就动了 那么商官却生财 财也比较旺 也就是消耗它 消耗它 而且这是一个天科地冲 对于比如说奔波秋彩 而且它又是个偏财 偏财对比情人是吧 而且日直 对于它的下半身 它又是个鹿 明显对于它的下半身 那么用某木来冲 用财星来冲 其实从独向的角度来讲 也对应这种情色伤身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 可能经常出入这种风月场所 身体就慢慢就不好了 那么到了丙城大运的 这个丙一年就出问题了 因为天干有两个商官 有两个人水商官 丙城大运的丙一年 天干都是两个正官 就是两个商官 克两个正官 这叫什么商官见官 如果是当官的话 很可能就丢官罢子了 但如果不当官的话 可能有这种是非啊 口实啊 各种问题 但是他本身来说 身体是不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个商官见官 也对你身体不好 上就是水火交战 水火交战 另外地支呢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银木 这里有个尘土 这里也有个尘土 就是银城 它自己也会拱出一个某木来 拱出来这个某木 也会去充这个有金 另外呢 我们推测啊 这个民主 他比较好色的话 他在过了一梦大运之后 在丙城大运里面 可能还会经常 有这种出入风月场所啊 或者是那时候可能 可以取好几个三七四七啊 都比较多 是吧 那么这个某木 他就能够填食啊 某木怎么填食 就是情人小气啊 这种东西 就能够填食他 就一块去充他的这个有金啊 那么实际上命主呢 实际上就在这一年就去世了啊 你单纯指导这一年 丙城大运 都是商官见官 对应的是非口是 那为什么命主是去世呢 其实它是有层层的铺垫的 第一呢 就是从整个的研究来看 金含水冷身体很差 是吧 而且就比较好似啊 另一方面又走到一某 整个的一某大运里面 日主 他是被天克地冲的啊 他的根基已经被冲坏了啊 然后呢 再遇到这个商官见官 水火交战 地质的根基再被冲动 命主才去世了啊 所以说呢 并不是天才 他一定会短命 就是看你的天分 你去怎么利用啊 另外呢 他天干透商官 还有一个像是什么 商官透出过多的人 做事 容易没有什么顾忌 比如说他读书 可能这种是天才 可能是整夜的去读书啊 不知道休息啊 那么纵欲也有可能 也是不知道节制啊 所以说就导致自己的身体 早早就垮掉了 然后一旦遇到一些冲击 他就挺不过去 因此就短命了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命局的分析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咨询的话 可以直接留言 谢谢大家